这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斗争的时候 它可以出动的手段可以去到很极端 当时我也跟反对派说 如果成功地令到美国很强烈制裁中国的时候 你们真是走得快好世界 人一蛇触动 现在就用中触别 李柱铭、陈日军这几个人可能都有被抓的可能性 我们新频道的同事很耐力 所以有很多节目将来会有字幕的选择 会有繁体字和简体字 你喜欢看普通话的简体字 简体字可以选择 或者是繁体字都可以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今集是第二集 施老板再次欢迎你 是 大家好 今集讲讲香港 最近很多新闻 即是泛民很多人都被捕被抓 有些是被起诉 有五十多个议员 结果是被人没收电话 电脑和护照 我想问一下以后是否香港 即是中央对香港的策略 其实你也说了几次 会不会容许一些意见的声音 不同的声音 还是完全不能有不同的声音 看看你的意见是什么 特朗普的意见 美国刚才那些很多网上的媒体 都已经不让他说了 所以看你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之前也说过 如果中美一旦发生热战 那个关系就不止现在这么简单 即使不说发生热战 美国已经将中国看成是他的敌人 不单是一个竞争对手 是一个威胁他的敌人 那敌人 你去通敌 你去投靠敌人 你是帮敌人在香港扮演代理人的角色 即是这个世界不单是一股力量 我说这个世界有一种叫力长 即是你持力长、引力长、政治也有力长 美国想香港留在西方阵营 想香港扮演西方 想香港扮演的角色 他不想中国在香港搞一国两制成功 就可以作为统一台湾的一种样板 这些是他不想看到的 当中国威胁他的时候 他也不想香港可以继续在金融上 经济上、经济上、贸易上 为中国产生这么多好处 那变成美国有美国一套做法 而中国就很想香港回归之后 不单只改了之旗 而是变成人心都回归 变成了香港人支持北京多过支持外国 令北京可以在香港 要香港扮演北京想去扮演的角色 当这两股力量不是这么敌对的时候 那就问题不多 如果是普通敌对只是冷战 如果你只是商业上竞争的敌对去到冷战 已经不同 去到热战 谁知道拘捕这么少 你有留意一下日本 美国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国是拘捕了11万在美国的日裔人士 其中大部分都是入了美国籍 美国籍因为你的皮肤头发 你的语言是日本人 他都拘捕你入宅营 什么没收手机 他的相机收音机全部都没收了 因为银行的钱不允许保险失效 坐巴士也不允许你坐 所以就看两国的竞争去到什么程度 那些人拘捕了又没得审 没得审的 没得上诉 所以就会从42年到45年 年纪三年才放出来 所以你说当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斗争的时候 他可以出动的手段是可以去到很极端的 所以当时我也跟反对派说 你如果成功地令到美国很强烈制裁中国的时候 你们真的走得快好世界 如果不是留在那里 就是非常危险 我当时也提过 那两句话 那些人经常说大陆会这样做的 又说叫做什么 秋后宣章 秋后宣章 会的 引蛇出动 你比较 你比较 人家是不是引蛇出动呢 引蛇出动 现在就是 用中足别 当然这个 你说好像阴谋 实际上这个政治斗争里面 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有些人 譬如国安法一出 蕭若元 谁在外面做节目 他马上说我回不了 黄毓文 最后都走了 那这些人就 对政治敏感些 但是香港有一群人 是初初玩政治而已 他其实对政治的复杂性 政治的残酷性 都是所知道是不足的 那我自己觉得 不是什么异见人士 现在变成了你是帮你的敌对国家来工作的人士 你在香港做敌对国家的代理人 帮他组织一些他想发生的事 那这个东西是 明白 施老板 在现在的情况是真的会拘捕你的 现在叫做香港未去到这么极端 所以你还可以审 就不是审都不审 拘捕你几年 那这些情况是 基本上要看中美的矛盾去到什么阶段 明白 但我想问一下之前我们说过黎智英 你说如果可能被判十年到无企徒刑 我说就是看形势 陈方安生 陈日 他们 这几个例子李柱铭 这几个人好像都安全 会不会 因为 他在国安法 陈日君李柱铭 就是生效之后 他就 转催低调 没有行动 是 那其实没有行动 是不是不能告他呢 他不犯国安法 香港原有的条例 都会对这些这样的行为 可以有一定的 控告的机会 就是他只不过 不能出动国安法而已 那我刚才说美国对付日裔人士的态度 难道是宪法说可以这样做吗 那美国最高法院都不准处理这件事 是罗斯福总统担保了一条什么什么命令 那就可以实行的了 所以就看那个环境而定的 明白 所以你觉得都危险 如果是美国和中国关系继续紧张的话 就是这几个人可能都有被捉的可能性 是不是 中国现在还没当美国是敌人 中国还想收好 当然已经是不容易收好 你看到美国最近在台湾问题上 在一些美国 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的问题上 都去到很敌对的了 那么起码 美国不是中国的友好国家 在变成敌对国家只是一线资格 如果中国都视美国为敌对国家 你帮敌对国家有紧密联系 你做的事其实符合对国家的需要 多于符合自己的国家的需要 那么任何政权都不会放过这些人的 明白 今天很谢谢施老板 谢谢施老板 谢谢施老板